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疫情升温,全台本土个案1210名 而花莲新增了119名的确诊病例 再度破百 16号秀林湘河中部落有满月酒群聚 17号卫生所是在河中部落快篩 421人中有4人呈阳性的反应 疫情指挥中心17号宣布 提高高风险县市包含花莲10万剂的公费快篩4剂 预计17号的下午5点会全速的到货 花莲县政府也召开了确诊个案的说明会来进行说明 花莲被列为高风险县市 17日确诊人数新增119位再度破百 现场需真卫召开防疫记者会 公布花莲7个主要传播链 包含布立花莲医院一次新增44人 另外还有39人意料中 119位新增的客案里面 奥斯卡美式餐厅的部分 再延伸出来一案 但是这一案也是被匡列 也由因转扬的部分 另外餐厅的部分 就是一家餐厅 它连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外场 这一家餐厅四个人都确诊 所以这家餐厅现在是清销禁制 这基本上要两天停止营业 另外小加拿大美宇的部分 延伸到家属的部分 也是还有四人 那这个部分也是在匡列中 另外玻璃花莲医院的部分 不论是我们的造福员 在造福员的部分 或者是住民的部分 以及住民的家人 而住民的家人 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到了兔花 去看家里的老大人 所以也因此被感染 所以这有延伸到我们的家人的部分 那另外在婚宴的部分 婚宴的部分 原来这个部分是昨天 我们说的新增满月酒的部分 那从昨天开始我们不断的做疫调之后 溯源是从外县市的 我们花莲的乡亲到外县市去参加婚宴 然后这个带回来 在我们的满月酒再散开的 所以这到现在 今天还有11个人 那有关于部落婚宴的部分 也就是在万龙部落婚宴的部分 增加了14人 那外县市有两人 疫调中有39人 疫调中的部分 有一些现在还在疫调中 那当然有一些是家人的群聚 那另外有一些是 现在还没有电话 因为有一些电话是打不通 或者是电话不正确 所以我们也请花莲县警局来协助 把正确的电话把它找出来 再由卫生局来做疫调 那从4月18号开始 就是从明天开始 那卫生福利部 那中央医型主义中心 核定了我们花莲 一共有26家的医疗院所 医疗院所 尤其是诊所办法 计程诊所 可以来 这个 经过医师评估之后 可以领我们的免费的公用快胎式机 记得经过医师评估后 可以领取公费的家用快胎式机 一定要经过医师评估 不是说 我去了 就跟这所要 这所就给你 你还是必须经过一个 一个挂号 一个评估之后 那医师觉得有需要 那他就会给你这样一个 家用快胎式机 也就是说 你可能有一些 这些比如说 发烧啊 咳嗽啊 这些症状 那有一些接触史 那足迹重别之处 那这些医师评估之后 就会给你个家用快胎式机 那你去带回家去做检查 那如果是阳性 那当然就赶快到医院做PCR 如果你做家用快胎式是阳性的话 那个快胎式机 觉得会被乱丢 那我们因为这是感染性的物质 所以你必须用一个夹链蛋 然后把它封死封好 然后带着这个阳性的 然后这个快胎式机 到医院去 到医院的急诊 那就可以做肌肉的诊查跟治疗 中央列为高风险县市 包含新北、台北、基隆、桃园、高雄和花莲 将提供10万剂公费快胎式机 在17日下午送达花莲 花莲卫生局表示 送达的公费快胎式机 经定点诊所医师诊断 认定有症状的民众才会提供 需负担挂号费用 还请民众留意 记者讲方言 华莲市报道